咳咳 你好,中美珍霸,大家好 我六一日是7月4日的凌晨 知道上一节 港区国安法里面英国的回应 被BNO居留权分析了很多东西 这一节就不会再讲英国的反应 讲国际上如何对港区国安法的看法 也讲其他议题 可能讲俄罗斯修宪这件事 或者其他中美之间 在国际里面的斗法的东西 中美珍霸这个节目 他讲国际的东西 有两个主角就是中国和美国 这个也挺有重心的 所以我们这个节目也有人听 首先第一件事 我给大家看一个图 这个就是一个很粗略的图 这个是中国和美国之间 最初步的哪些国家 是反对港区国安法 譴责中国 说极权又什么什么时候 令一堆国家的各走敌端 去支持港区国安法的 非洲国家有很多 很多中东国家都支持 阿富汗没办法 整个国家都组织不了 美国殖民地 但其实都是在死的了 除了这些国家之外 后来数了很多国家 这个地图比较容易看 但是有个名单名的 这里很长 香港01 无论如何都好 我觉得值得留意 除了美国 这个人权委员会里面 美国是比较噁心的 联合国人权委员会里面 美国退出了这个人权委员会 变成他没有了发言权 特朗普就是笨 但是无论如何都好 这些反对国安法的国家 只有27个 27个里面 你以为欧盟每个都去支持 又不是的 我就知道五眼很齐心 美加澳楼 英 美国 加拿大 澳洲 纽西兰 英国 全部都去谴责 站在美国那边 五眼齐上齐落 这个都正常的 那欧盟里面有什么国家 去谴责这个 港区国安法呢 有德国法国大佬在 然后主要是北欧国家 然后还有奥地利 现在我看下去 那些荷兰啊 比利时在吗 先看看 我不肯定比利时在吗 不要紧了 看到这些国家里面 其实有些南欧国家 没有彩美国 就是说G7里面 日本呢 日本就有 谴责的 就是亚洲区来说 日本呢 就有谴责中国 说怎么怎么不对 南韩没有彩 美国 没有什么表态 另外呢 就是说 去数那些南欧国家 不表态 我们俗称的 难听些说 就是欧洲国 P-I-G-S 葡萄牙 P-I 意大利 意大利是G7之一 G7都不能够同心 还有西班牙 还有西班牙 还有希腊 这些就是欧洲四国 四个都没有不玩 不理你美国 现在西方呢 本来欧盟的整体是西班牙部分 但现在欧盟不能够齐心 因为觉得 其实这些真的是中国自己内部的东西 第二件事 我西班牙 如果我支持 我反对你中国去搞国安法 那第二时 西班牙想颁布一些国安法 去控制加泰罗尼亚独立 那是不是自己打自己呢 是不是 所以西班牙不可能反对 那其实 喂 其实严厉一些国安法 你现在 晚点玩玩玩玩 你说民主自由 晚点利用武力 那怎么办 西班牙也要留一手 西班牙就去特别的政治形势 因为它有个地区 长期搞独立 那 但是意大利呢 就跟中国很朋友 是不是 就是今次的疫症 中国有很多东西帮他们的 希腊啊 或者是 葡萄牙 葡萄牙就是澳门的那个联系 我看这些国家里面 咦 没有巴西啊 巴西不出声 呵呵 即 美国 现在的国势的衰弱 就在这个图里表达到啦 大哥 中国 好像不止53 后来又多了20个国家 这个图呢 就是第一天的图来的 如果多了20个国家呢 那就又多些了 你看那些东南亚国家呢 其实这个图里面呢 他们的老窩啊 柬埔寨就撑了啦 缅甸那些撑了 泰国没有出声 马来西亚好像没有出声 但是我知道印尼和越南呢 就出了声的了 就说不要干涉他国内政啦 这样 我查一下菲律宾有没有出声啦 不要紧了 有时候看不到这么多东西 但是只是告诉你们 这个形势上呢 美国呢 在这个国际的声音上面呢 一面倒这么输 事实上的 各个国家可能都会有些东西 不准你说的啦 欧盟不准说纳粹主义 可能你在沙地 就不要骂黄塞 在泰国也不准骂黄塞啦 是不是啊 你骂泰王 你立刻骂黄塞啊 你鬼佬你说言论自由啊 我现在是要侮辱泰王 你立刻死啊 我们泰国怎么敢凸出来呢 不敢得罪你美国 都不敢说 不敢 不敢 说支持中国 都不敢说 反对 因为 他自己的国家需要 这些限制言论自由的方法 去保护他的政权的稳妥 去过王朝 泰王不准骂黄塞 是吧 我想呢 其实很多国家都觉得 喂 喂 不准你说香港独立 就是这么多 是不是啊 所以呢 所以 反而很多 你看到很多回教国家 支持中国 因为一直都带着通道去 这些南欧国家一直都带着 觉得 喂 可能我做地中海路贸易 跟中国谈到 是不是啊 所以呢 所以呢 其实就完全 有些就表态站在中国那边 有些就不出声也好 实际上就是 喂 那不敢得罪你美国佬而已 是吧 但是 不会去支持中国而已 但也不会跟你美国佬去反对 是吧 我不需要两边去表态的 但是也有很多这些 第三世界的国家 跟你支持过 就是你看到呢 输了 那我想说就说这么多 就是在这个位置里面 第二件事 你发觉呢 另一件事呢 就是俄罗斯公投 俄罗斯公投呢 其实是 做了有一个星期 7月1号 那现在大比数通过了 78.56% 那同意票就有五千七百万票的 78.6%同意 那如果这个同意呢 现在带来呢 就一个很重要的结果 就是 第一去说 反对同性家庭 第二 就是 赞成普京修宪 修宪的内容来说呢 会加强了 那个总理的权力 总理不必要 是 由这个 总统去委任 变成一个呢 近似法国的双手掌制 可能你听不明白了 法国来说呢 就是 总统 一人一票 选出来 但是 总理呢 如果他在议会里 佔多数的政党 他可以祖国 就是 总统的政党 和总理的政党 可以不同的 就是 人民可以选择 就是 我 用总统去处理很多 国安的问题 军事的问题 国安的东西可能牵涉经济 可以不牵涉 然后呢 政府首长就由总理做 这个 总理呢 像英式那种 就是 议会里面 佔多数的那个 去组织政府 向总统负责 这个就是双手掌制 可以两个不同党 同党就更加顺利了 那个施政 那俄罗斯修险呢 就将 原本 由台湾类似的结构 总统呢 有权武泽 那个行政院长 就是台湾那个叫行政院长 那 就 他是政府的首长 向总统负责 但是纯是 总统委任 有什么做得不好呢 就 炒行政院长 那 其实在我的体制里面 使得总统里面做事 很混乱 就是 很洗脚不活脚 明明自己做得不对 就推了总理 背了锅就算了 是这样的 其实一直都会觉得 台湾这种双手掌制 是不太好的 而 俄罗斯那边 他以总统 带了这个方法 都会发觉 不如改到 好像法国一点 是吧 总理大权一点 大家留意到是这样的 那 普京这个安排 当然就是想着 就是说 如果 他将任期清零 他是可以做到2036 但是过了2036之后 俄罗斯 会不会还有一个人 好像普京 一个这样的人出现呢 普京是在 全民觉得他 很厉害 觉得他 他将俄罗斯在最差的环境里面挽救了 他的威信 真是很强大了 俄罗斯人认为 不如把他的任期清零了 OK啊 清零了 他再做下去咯 为什么会赞成这些东西呢 因为 他做下去 起码可以有一个威信 管得住这么大的国家 你找第二个没那么大威信 握不住 那这个国家可能散乱了 如果你乱的话 好像 30年前 那样 你是苏联瓦解 俄罗斯又经历一次枝解 俄罗斯就可能整个民族 就 就 真的可能很可怜的了 整个俄罗斯变了乌克兰 那些女人可能要做妓女的了 那其实现在俄罗斯呢 就仍然是 虽然他 他仍然是军事大国 他经济上面 没有说好像俄罗斯 没有说苏联那么强劲都好 那都 顶住个鸡头 美国不敢 黑得那么上门 那样 明白明白 如果没有了普京 第二个管 管不管得行呢 所以人民集体的选择是这样 你明白吗 你明白吗 而普京这个修宪内容 当然将总统的权力 某个程度上 缩小了 就是希望 他之后的总统 2036之后 可能 不知选到什么人做总统 那那个人 没有普京那么厉害 那就不要给他那么大权了 原本 那个宪法结构就是 总统大了 总统喜欢任意 一个人去做总理都可以 但是 那跟着 抗时月月利阴 整天转 甚至他做得不好 都没有办法制衡他 那样 现在普京就是想 就是说 如果 他83岁的时候 他要走了 他要不做了 他包给下一个 未必好像他那么厉害 那可能 权力制衡一些 就安全一些 就是如果你说 权力越大 责任越大 那那个人 顶得住的 就好了 顶不住的国家 就乱了 那所以呢 我觉得 修宪呢 就是 这个原因 那又说回 另一样东西 就是说 修宪 对来呢 中国是 极有利 因为俄罗斯 不会在2024年 换了个总统之后 那个人究竟是什么立场呢 如果那个人很愚蠢 中了美国的奸计 就决定了 就联美制中 那样 那你其实俄罗斯出现过 这些这么蠢的总统 叶利欣啊 戈尔巴乔夫 这些都是蠢货来的 是不是 就是苏联的衰弱 或者俄罗斯衰弱 就是一些蠢人 做了总统 那国运就衰微了 是不是 如果换了普京 当然俄罗斯的路 就没那么稳 是不是 现在俄罗斯 可能说 喂 走多12年 是普京董治 那就是说 大约中俄拍照 拍到2036年 就没什么害怕 习近平如果做20年的国家主席 做到2032 那其实就两个拍照 那这样 如果中俄这个联盟 是一起抵抗西方 跟着大家 互助互利 俄罗斯生产石油 中国就消耗石油 俄罗斯 在中东里面 出击 是不是 看到有些资料 就说俄罗斯将会在 中东再加大部署去的 空军基地 海军基地 会带来就是说 喂 俄罗斯就在中东出击的时候 喂 他不够钱 中国承诺 大家互相承诺 喂 你用 用人民币 跟你买多些石油 是不是 你油价跌都好 你就算外面的价格便宜 我都不会 主力买外面 因为你肯收人仔 是不是 俄罗斯 伊朗都收人仔 那 或者是阿富汗 sorry 伊拉克都肯收 那 所以其实 喂 那中国当然 尽量都用人仔去买石油 那这些就叫自己有国家 是不是 这些就打倒美元霸权 那另一边呢 其实可以这么说 就是说 喂 中俄 这一个拍档关系 我觉得就挺稳妥的 在普京在世之日 喂 那大家有什么矛盾 是不是 中国我又不贪理俄罗斯的领土 我只要你的石油 你又收了那些人仔 你又可以买到 什么商品都买到 又不用 求美国佬 那就多好呢 所以呢 俄罗斯就很开心了 那呢 其实现在呢 土耳其那边呢 我们上一集呢 就会提到 喂 土耳其 就用了人仔 去跟中国做贸易 那就激到美国 一个又是美元 衰弱的表现 也都明明 站在中国那边 那样 那我们较早之前呢 知道呢 有些新闻呢 就是说 喂 他不怕美国佬用金融攻击他啦 他6月29日呢 土耳其就在伊拉克 就在伊拉克 就移动一些富耳得人 那他说 那他就摆明了 他就移动了 土耳其就移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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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他不怕美国佬用金融攻击他啦 是吧 美国佬你说 用个美元霸权 金融攻击 又不知做些什么 好像印度那样 很害怕的 又说什么标准啊 无敌啊 降去吸啊 一会就沽倒他的货币 土耳其现在不怕你 因为 他跟中国直接用人民币交易 那跟着他就也文也武 就派一些军队 他就弄死那些富耳得人 那 那 那就是土耳其是跟中国 谈定了货币之后 他就动手 咬那些富耳得人 那 就是这个呢 这个背景是重要的 那就是 现在你看到就是说 喂 美国 在中东里面 越来越没有定期的啦 因为 那现在 知道的形势就是说 喂 俄罗斯 弄一些土耳其溪 就去 通过去 保加利亚 跟着 入塞尔维亚 就会入匈牙里 那 将会呢 有一条铁路呢 这样呢 由伊斯坦布呢 直通呢 德国的 就经匈牙里呢 会入到 因为入到匈牙里 就等于入到中国 就2021年打通 那一起空 搞得 明年搞得通 铁路呢 就同时 就会 土耳其溪 那条 油气管呢 就会拨过去的啦 未来一两年 就是说呢 俄罗斯 和德国 和整个欧盟 的合作呢 就会更进一步 用油气的 石油和天然气的关系 和欧洲捆绑 中间里面呢 就是说 俄罗斯 现在就 不会再有力量 去入侵西欧 大家不用怕 大家呢 我赚你欧罗都很开心 那样 你怕什么呢 这些中间的国家 是跟着你的 我都不会打的啦 是不是 我用石油利益捆绑了 大家 一路一带 是吧 我俄罗斯参加 那跟着 经土耳其打通了它 那 喂 中间这些国家 当我卖石油 天然气 石油给你的时候 现在就绕了这些路 一个叫北溪 直到柏林对上的地方 这样 北溪一二号 一号起好了 二号就正在建 差一点点 那土耳其溪 明年 搞定了之后 就 随着这条铁路 再拨进去 这样 那些乌克兰 玩东西都没用了 美国怎么操控乌克兰 玩东西都没用 波兰玩东西都没用 罗马尼亚玩东西都没用 保加利亚亲俄 这个就是世界的国势 这个就是说 看来 美国 对欧盟的操控 越来越弱 这个都值得留意一下 下星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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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